四十岁 在很多人看来是生命的黄金年龄,确实这个时候风华正茂,事业有成,与此同时,疾病也会慢慢地凸显出来。 当然,更多的时候,我们会通过一个人的外观,感觉到这个人有多大的年龄,以白发来说,就需要大家多注意,有的人到了四十岁,满头的白发,看起来就像是五十岁,六十岁的人,也有一些人到了四十岁,头上看不到一根白发,这样的情况,不由让人非常的吃惊,到底哪些原因,导致这个惊人的变化? 肾虚肾虚可能是大家的第一感觉,的确,在生活中,肾虚是不容忽视的情况,肾脏的好坏,能够透过头发展现出来,肾虚的人不仅会出现脱发,掉发的情况,而且会出现白发增多。 这是因为处于肾虚的情况下,会影响到新陈代谢,使得黑色素的合成出现了问题,导致白发的发生,遗传有些时候,病症的出现还与遗传有关。 白发也是如此,在生活中,如果你的父辈出现了白发,那么可能会传给你,这样的情况,在生活中屡见不鲜,不乏一些家庭,出现了家庭成员都是白发的情况。 这无疑需要大家多重视,忧愁的情绪,情绪对于健康的影响,不能被忽视,在生活中,忧虑的情绪,需要大家多重视,股时有云,白发三千丈,虽说有点夸张,但是,不乏一些人正是在忧虑,忧愁的状态中白了头。 当前,压力越来越大,也会导致白发的出现,希望大家合适的缓解,血液流通差白发的发生,还与血液流通有关。 如果处于血液循环不畅,血液流通变乱的情况下,会导致黑色素细胞出现血液供应不及时的情况,使得黑色素不能正常的工作,慢慢的就会出现了白发。 这样的情况,就需要你及时的进行血液供应了,以此促进血液流动,白电风更多的时候,说到白电风,你会想到他们的皮肤显得非常白,其实,白电风患者的头发也会慢慢的显得发白,这是因为体内的黑色素不能合成,导致头发变白,需要大家多注意。 这些原因,会导致你的头发变得发白,需要你特别重视,科学的获利保健,才能避免大麻烦,获得健康。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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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